那接下來 斗計斗算 我用什麼來做這個故事 來跟各位講一下 前幾天 這一個 我去主持一個 我們這邊黑道的一個公祭 就在我們這裡 內府這裡 一個善金總醫院這裡 因為黑道的一個 兄弟的一個 他母親的公祭告別式 那我們就 黑幫的就火兵 我在現場作證 我跟你講 我還走過那個地方 我還看那些兄弟 我們台灣叫兄弟 不知道大陸叫什麼 這是幫派分子 我還看的每一個 每一個都注意看 因為這是我們的 一個職業的一個習慣 我們會先像掃描一樣 我們先掃描一遍 看作品有什麼異常動靜 結果就注意看那幾個 在那邊攪檳榔的 結果到那個是下午2點多開始 差不多隔了一個小時到3點多 突然間宣布說 距離我10公尺 有一個兄弟 當場就是休克 就躺在現場 口堵白目 那就是快死掉了 趕快就通報了 趕快叫119過來救人 我們就把他 我有看他最後上那個車子 就抬上去 抬上去以後 上救護車 到隔壁的這個 山津總議院 到5點多就死掉了 魂當場被抓走 他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人當場死在現場 他本身又是幫派分子 有時候你聽了你就會 心裡自然偶然 你就會警惕起來 真的是有善後抱怨 心裡